现在在我身后这一个就是全新的 Toyota Camry 这个是中国的版本 那么今天我在北京实际上就为大家带来这个影片 那么大家想看 Camry 的话 先帮我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啊 OK 那么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新款 Camry 的外观设计 讲真的哦 如果你只是看照片的话 你不会觉得好看 我这个是第一次看这个 Camry 的实车 我觉得它的外观设计其实很好看一下 尤其是它这个头灯组 我觉得有一点梦回以前那个 Mark X 的感觉 然后整个头灯都很凶很尖锐 然后其实它是基于上一代的 Platform 打造 所以它的车身还是一样的低矮 我看起来整个车头其实就蛮凶一下的 当然也因为这样子的设计风格呢 喜欢的人会很喜欢不喜欢就很不喜欢啦 如果如果你喜欢这个外观设计 喜欢的话你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知道 然后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注意到 它前面有一个黑色的 piano blank 其实这一个就是它的这个 SEC 的雷达 就这辆车其实就是支援这个完整的先进主动安全备备 如果是讲现在的车子没有这些功能的话 基本上就是没有人会买的 我相信你应该也赞同 OK 在这个轮圈的部分呢 它这个轮圈的设计我觉得其实就比较普通一点啦 然后它配来的是 Goodyear 的轮胎 然后它的尺寸我看一下呢 我找不到它的尺寸是二三五四五 R18 OK R18 没有到太过分 所以对于这个车辆的这个舒适性呢 应该是还不错的 因为 Camry 一直以来都是以舒适性为主担嘛 但是在 SV70 的时候呢 它就有一个比较好的操控表现 听说这一代进步很大 所以我也蛮期待一下它进马来西亚时候的表现 然后你可以看到上面写着 HEV 因为现在呢 Toyota 的这个 Hybrid 都换了一个新的 Logo 以后写着这个样子的 HEV 的就是 Hybrid 的车型 在中国市场呢 它们是有提供这个 2.0 公升的混合动力引擎 还有这个 2.5 公升的混合动力引擎啦 如果是 2.5 公升的话 我们也知道它的最大马力表现可以到 232 HP 如果以一台 D-Segment 来讲的话 这个动力表现基本上还是不错的 OK 这个就是全新一代 Camry 的尾灯组设计 这个颜色可以有点偏蓝 因为上面它的灯打开蓝色 所以不好意思啊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尾灯组 其实是比较尖锐的 LED 设计 其实看起来确实蛮帅 而且跟前面的头灯组是有个相呼应的设计 然后这边写着 2.0 公升的 HEV 我没有记错的话它的引擎输出部分 这个可以到 192 HP 所以以 D-Segment 来讲你就得 190 HP 够用嘛 然后这边也是写着 Camry 的字样 不过很可惜这个尾箱我打不开 不然的话可以看一下这个尾箱空间表现 不过呢 以 Camry 来讲这个尾箱空间 我觉得你们不用担心啦 应该是不错的 OK 这个就是全新一代 Camry 的内装设计 但是这个是中国版的 可是我觉得我需要花点时间去跟大家讲一讲 因为这个内装我自己觉得是太好看了 首先呢 它的这个材质的部分 哇 这个非常的细腻 这个是一个很滑顺的设计 对比起现在的 Camry 哦 等等是差点隔地 而且这边是一个隐藏式的氛围的 都记得看到吗 你可以想象Toyota 会有这样子的设计风格吗 我是真的想不到 然后这边的这个冷气控制呢 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 它虽然有这个等离子过滤器 但是它基本上都是一个触摸屏的设计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实体按键 然后这个中央的触屏主机呢 它是一个8155 的处理器 这个也同样的也是跟美国版本不一样啦 所以我相信我们其实还是会跟美国版本的比较多 但是这个处理器我自己看起来 它视觉效果真的是蛮爽一下的 而且你看 我给你看它的功能表 它的流畅度基本上都不错 你可以想象啦 这个是Toyota 的特技耶 Toyota 特技竟然有这样子的体验效果 不过因为它是中国版本的关系 所以它是并有Android Auto跟 Apple CarPlay 的 不过我相信如果以后是国际版本的话 应该会有这个东西 然后再往前面看的话 这个是一个数位化仪表 同样的这个数位化仪表也非常的好看 然后也非常的高兴 对比起目前Toyota旗下其他的数位化仪表呢 我觉得这个数位表 完全是吊打它们 只是很可惜前面 诶 前面是有抬头剪置器的 只是我看不到 所以基本上这辆车的配置还不错啦 我要称赞的就是它的做工真的蛮好 这个软质塑胶皮革跟这个非常丝滑的面板 真的是超赞 然后这边也是有手机的无线充电机座 然后这个自备架 然后这个排档杆就比较不同一点点 然后这个方向盘的设计 基本上也是从Toyota Crowd 来的 然后前面有一个侦测机 就是这个驾驶疲劳者侦测啦 就是如果它真正到你可能疲劳的时候 它会给你个提醒等等 然后整体来讲这个内装设计 我蛮喜欢的 我会给到8分5勒 你们喜欢这个内装设计吗 至于这个乘坐的空间表现 Camry 是不需要去讲那么多啊 Camry 的乘坐空间表现一定是最好的 所以这个舒适度真的可以 我还蛮喜欢这个新Camry 有点驾驶 这个是Toyota Camry SV80 的后座空间表现 其实它的走距跟上一代都是2820mm 所以其实严格来讲 它的这个空间表现对比上一代的车型 并没有太大差别 基本上还是够使用的 然后中国版本呢 是采用了这个Brow Color 的Leader 然后还有这个黑色的塑胶做一个搭配 所以整体的层次感比较强烈 然后上面有一个全景天窗 这个也是我们没有 我们就说是一个一半的天窗 那么如果你要我讲它的后座空间表现的话 我觉得乘坐感还不错 就是这个头部的压迫感感觉会明显一点 这个就是Camry 的这个 后座的空间表现啊 因为它有这个天窗压迫感 确实是比普通的声音好一点 但是我觉得嗯 看其实也只剩三个指头而已 所以太高的人坐后面 这个舒适度就会下降 我的身高是181L 然后它同样的 还有这个后座的冷气出风口 然后下面有USB 而且是USB台C 充电的速度会比较快一点 那么你就这样子的空间表现 你可以接受吗 OK啦 这个就是我对这个全新一代TorotaCamry的 简短新车介绍 大家喜欢这辆车吗 喜欢的话帮我影片的下面留言 然后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我们下次见 拜拜